书法这一块来讲 十位书法家 几乎七八位都是男性 女孩子应该眼睛一睁开 我们的责任就是采米油盐吧 得到丈夫支持 能有时间持续在书法下苦工 谢宏清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知足常乐 那我不想我现在已经 50岁以上的人了 还一直在这个热的这个部分的意境里面 再去追求它 对现实知足 但自我要求不能止步 哥哥是苗栗桃博馆馆长 谢宏清因此有了灵感 在陶胚上创作 以刀代笔展现书法之美 我这支笔捕出我的寂寞的心 那我的这把刀磕出我的性情 直接就刀子磕下了 一刀下笔是不能改的 陶胚转科刀起刀落 一气呵成犀利无比 谢宏清学的是设计 不想作品都千篇一律 尝试在作品中加入新元素 我把客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的特色 然后雅性 雅性再把高齐把它特别的把它呈现出 不断挑战 书法成功融入陶科之中 下一步还想结合书法和青花 幼稚园过了 国小过了 初中过了 我要进入高中跟大学 我现在才要进入高中跟大学 我有耐心 三万一走 我有耐心 三万一走 要有耐心 努力做下去 一百年在苗栗美展拿下第一名的书法作品 不是终点 而是下一个阶段的起点 谢宏清很有企图心 我比较可以自豪的就是 我有两把刷子 一把刷子就是我非常得心应手的毛笔 那我的第二把刷子呢 就是我犀利无比的盾刀 一起念念看 要多练习哦 我有耐心 三万一走 我有耐心 三万一走 谢谢中余老师